今天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疾管署和钥匙工会全联会公布 今天起提供四大厂牌的新冠家用快筛试剂 给全台湾4500多家的健保特约药局陆续上架 5月8号之后 民众无需健保卡就可以免费自由领取 但是因为有部分的快筛试剂 即将在5月底到期了 有民众认为说这是在清库存吗 对此钥匙工会全联会理事长黄金顺表示 可以理解 当初政府担心工不应求因此超满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 新冠病毒依旧在社区流窜 高风险族群还是要特别留意 新冠病毒依旧在社区内流窜 一届联合召开记者会示警 统计今年1到3月 新冠病发症患者平均每个月新增2158人 且死亡人数是流感的8.3倍 台湾影像研究发现 新冠肺炎在感染者比起初次感染者 30天内全阴性死亡风险高出4.29倍 比起去年住院的或是死亡的 其实都还要多 高风险族群我们还是要提醒 如果得到5天内要去 赶快去拿口服抗病毒药物 而有快筛需求的民众有好消息 机关署和钥匙工会6号宣布 四大厂牌的新冠家用快筛试剂 5月6号起提供给全台4500多家 健保特约药局陆续上架 5月8号以后合作药局皆可提供快筛试剂 民众无需健保卡就可以免费自由领取 机关署强调这是发挥库存防疫物资最大效益 对此有网友直呼 现在新冠疫情又起来了吗 当初卖超贵导致民众囤货 还有人说这不就事帮厂商清库存 有一部分是在5月底就会到期 另外有6月7月 在疫情严禁的时候 排购量一定会选择比较多一点 现在它剩下1000万5% 我觉得掌控的还好啦 突然一堆 那所有的人都来用 照料里比如说很多高风险的地方 比如说长照啦 慢性疗养机构啦 更需要这些东西 新冠快山事迹开放民众免费拿 是否发挥效益 还有待观察 这讲成于于林宇台北采访报导